老师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门摔坏 水瓶应该不是把门摔坏 是把门拆了 金牛座最会生闷气 也最会忍 但是他们有看法 有想法怎么办呢 转头就在群组那边 大骂特骂 看起来非常生气 但是他气的那个人 却完全的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朋友或自己人 金牛座会让你知道 我不高兴了 方式很可能是语气加重一点 或者是释放一些 我有点不爽的讯号 接下来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会更啦 如果你没有发现 那金牛座就会更生气 气到极点的金牛座 那他就不忍了 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定要在大众面前跟你摊牌 让你知道他生气了 那一旦金牛座生气该怎么办呢 你也只能慢慢等待了 你能做的就是用你的行动 去让他知道你已经改变了 或你其实没有那个意思 站在之前不要试着求和 因为没有用 巨蟹座如果生气 那么就分三阶段 生闷气 躲起来 饱苦 不要忘记巨蟹是水象星座嘛 水象星座就是情绪 特别容易受波动 一开始 有些巨蟹座还蛮迟钝的 他通常可能没感觉 可是直到他的朋友来跟他抱不平 把事情会声会影的说了一遍 巨蟹座才会越想越气 越想越委屈 然后就越来越生气了 其实巨蟹座的气呢 是因为他有委屈的感觉 很可能觉得没有被你善待 没有被你看中 可是他又说不出来 他就会缩回他自己的壳里躲起来咯 所以我只能说 巨蟹座如果生气的话 通常苦的是自己 还有就是射手座了 其实射手座是一个非常擅长 伪装自己情绪的星座哦 真正生气 反而他会装没事 他甚至还会装开心 会装嗨 因为他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不让别人有机会伤害他 实在是事到临头了 那么暗黑型的射手 就有可能讲话非常的直白 他就既然要攻击 那就攻击到底 他就会说出非常毒辣的话 或者是非常的一针见血 因为要打就要打赢啊 射手一旦要对付你 他也会用他的好人缘 集合所有的人 一起来冷淡你 或者是欺负你 其实蛮可怕的哟 大家都觉得双鱼座 看起来很nice 很好脾气 对不对 双鱼会生气吗 双鱼的生气 通常来自一种委屈 我已经牺牲奉献到这个程度 你还没有看见吗 所以有一种 无语问苍天的感觉 但是他问的不是苍天 他问的其实是你 当你问他 诶 怎么了吗 他还会告诉你 没有啊 没错 双鱼座超级爱冷战 他生气 为什么他还要告诉你 你应该要发现才对啊 所以可能讯息也不回了 也不接你电话了 他会觉得 我消失总可以了吧 反正你也不在乎我 但其实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折磨 说到水瓶座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博爱的星座 这是一个风向的星座 应该很理性吧 那你就错了 其实我觉得水瓶座 骨子里是大男人跟大女人 你觉得他们的脾气会好吗 当然 的确有些水瓶 平常脾气看起来挺随和的 那是因为他所遇到的事情都不重要 都很普通 都不用太在意 他们当然就很随和咯 但如果是他介意的事情 也惹他生气了 那他们就会彻底的变身 不但天不怕地不怕 甚至于还会有一点暴力倾向 所以他们就会做出 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明明是很不好的事 他偏偏要去做 因为他会不断的挑衅 他会让你感同身受 你让他多不舒服多不愉快 他也要让你多不舒服多不愉快 而通常暴怒过后的水瓶 他会很讨厌这样的自己被看见 所以他接下来就会断绝跟外界的联络 变得非常的孤僻 宁可断绝跟外界的关系 他要专心地暴怒 天蝎最擅长的就是崩溃了 如果是对外人 那么他的崩溃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忍耐很久了 也忍耐得够了 他如果再继续忍下去 那还得了 一定要飘出一点点 让你知道他已经紧绷啊 所以天蝎座生气的时候 你是看得出来的哟 而且他也会忍不住 跟比较要好的人 噼里啪啦地说出来 声音还不大不小刚刚好 所以你也听得见 因为天蝎座会觉得 我生气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个性白目的人 真的自己当心一点 行走江湖 有点危险 祝大家交往胜利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